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我是百姓 我們經過一連串的奔波 問了很多女生說 聖誕鞋喜歡收到什麼 以及不喜歡收到什麼以外 我們剛剛也問了很多男生 聖誕鞋喜歡送另一半 或是交換禮物的時候 喜歡送什麼 以及他們覺得大家都不喜歡收到什麼 我們就要準備看看 你們到底有多少人踩了地雷 還有送蛋的 我送了好幾蛋啦各位 你想要看看誰送了好幾蛋嗎 一定是你啦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你們要怎麼稱呼你 我叫Jef Jef 怎麼稱呼你呢 我姓長 你最想要送 就是你最喜歡送零件什麼零件 你覺得你最會喜歡的 香水吧 香水 對 我比較傳統可能是送那種 熊娃娃吧 熊娃娃吧 不要送娃娃之類的 不要娃娃 娃娃不行 娃娃OK嗎 我不行 哈囉 是不是你們兩位是台灣人嗎 不是啊 是哪一人 聖誕 聖誕節快到了 你們會享受女生禮物嗎 會 那你覺得女生會喜歡什麼禮物 或你們會享受什麼禮物 或你們會享受什麼禮物 不會是娃娃 不會 應該不會 馬克杯 應該不會 哈囉你們好 請問你是台灣人嗎 不是不是 你是香港人 對對 聖誕節快套你們會想要送女生禮物嗎 對啊 對啊 那請問你們會享受女生什麼禮物 還是你們覺得女生會喜歡什麼樣的禮物 香水 香水 電子 電子 電話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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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口紅吧 你知道你是全部裡面答案最接近嗎 是嗎 為什麼 就有一些女生就會想要買口紅啊 那些就記得 好像他們都收集很多口紅不同顏色 對對對 我覺得很棒 請問一下怎麼稱呼你 梁 梁先生 梁先生是台灣人嗎 是 哪裡人呢 馬來西亞 今天我們出街的時候也見過我很多馬來西亞的朋友 聖誕節快到了 你如果送別人禮物的話 你會想送什麼禮物 電子產品 3C的電子產品 對對 交換禮物你覺得他們最討厭收到什麼 就不會送一些裝飾品類 就送一些比較有用的 聖誕節快到了 你如果想要送禮物的話 你會想要送什麼 內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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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你說要送男生還是女生是什麼 呃 男生 為什麼 因為那是一個 我覺得大家都用得到 但是看不到的東西 喔 那你不會想要送娃娃之類的 不會那台樓那邊放在一邊掌揮程 真的 大家都這麼說 對 那除了內褲以外 你覺得他們最不喜歡收到什麼東西 我 沒有 你就把自己包包 我自己有想過 我今天要把 就是今年交換禮物 我把自己包什麼 然後裡面穿著維多莉亞的秘密 之類的 OK 他叫做什麼名字 他是喔 哈囉你好 請問什麼稱呼你 我叫警衣 你是我的粉嗎 是 沒有 去剪掉 沒有我們剛剛真的是路過碰到的 聖誕節要到了 是 你是單身狗嗎 我是 是 那你也會想要送女生東西 你會想要送女生什麼東西 吊飾桌飾之類的吧 吊飾桌飾 OK 吊飾跟桌飾 好 因為我們在看誰會中彈 所以影片出來你可能就會發現自己頭上有三個 那個槍洞 這樣 那你覺得大多數的女生不喜歡什麼 我覺得 衣服類的 不容易買到她喜歡的 喔喔 衣服類的 好 那所以她會送的是送什麼類型 吊飾 吊飾桌飾 桌飾 那你選一個 我都給你打PASS 吊飾 吊飾 吊飾女生的用品 譬如說 耳環啊 項鍊啊 好的謝謝你 謝謝謝謝 欸我沒想到 就是影片做完了 然後 就這麼多男生中蛋欸 而且馬上 噗噗噗這樣子欸 我中了好幾槍 他們也中了好幾槍啊各位 欸我覺得我們今天這個影片蠻佛性的 在聖誕節之前放出來 所以你們現在趕快 如果準備不好禮物的話 趕快去換一個禮物 趕快換禮物 也至少讓大家都開心嘛 對不對 對對對 不然送到地雷真的是完蛋 真的 白送喔真的 好啦我是阿采 然後 我是百姓 喜歡我們的話記得要訂閱我們頻道 然後追隨我們FB以及Instagram 重點是 那個小鈴鐺要打開 隨時收到我們影片通知喔